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尹正 比如说 这样 再比如说 还有这样 商戏蕊是一个京剧名领 小时候被他的养父买回戏班子 然后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一个大男孩 世戏如命 但是他人和戏分得特别开 他不是人戏不分的人 就是他上台就踏踏实实的就是演那个人 下台了他就踏踏实实活自己 所以他在台上面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 下了台 他会演绎女性嘛 他下了台之后 把他妆全部添掉之后 就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一个人 日常就是吃饭上房 打架八卦 你觉得唱歌对来说不难 唱戏应该是难的 非常难 京剧是我们国家的国粹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把它学得会的 没练多久时间 嗯 进组前 因为也一直在工作嘛 就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去西校去找沐渊迪老师 他让我知道了一些皮毛 然后进组之前有一个礼拜我们集中训练了一下 对 就主要还是以了解为主 因为京剧特别讲究活 你扎扎实实把基本功练好了之后 到后期的大家他们就把这些活都化掉了 就一板一眼的东西他全部都化掉了 就像演员演戏一样 剧本是拿来扔掉的 因为你不可以不可以被剧本捆住 那么你这么短时间之内 因为其实你跟人家十几二十年 那可以现场教我一个亮相的动作吗 因为对 他京剧里面是讲究虚实结合的 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个动作是 他经常会拿袖子 女生嘛 他会拿袖子 首先这个叫兰花掌 然后你用你的大拇指 捏住你中指的第三个指节 然后把手收起来 然后你从这个地方看 我是四个手指的都能看得到的 所以他特别像兰花的花瓣 所以才叫兰花掌 然后小拇指不可以分开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叫鸡爪子 要把它併回去 然后一般都是 他会把眼睛虚掉 看着下面 笑着把这个拿上去之后 你看就会做多了 一开始会僵硬 因为您包括真正的京剧演员 听说还有拿醋泡手的 就是用热水里边加点醋泡手 他为了让自己的筋软了 因为你手型特别多 特别多 你是不是那种很柔 不是不是 我手腕特别硬 前两天还在被尹老师吐槽我 说我的手腕跟铁一样硬 除了唱戏 然后在这部剧中 你还挑战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吃饭 吃饭 就是各种的吃饭 因为商戏是个吃货 他每次唱戏之前 都要吃一个大肘子 你是真的把那个吃掉吗 能吃多少吃多少吧 对 但是经常会 一条戏里面 可能吃个两碗炸酱面 那是要吃掉的 因为它不停 你得真的再吃 来了 你等的就是这个大小子呀 班主啊 一直说饱吹饿 吃多了堵着丹田气 上台睁嘴就要吐出来 可到了他自个儿这儿 就什么都不记了 原来姑娘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哪个觉着上台之前 没个怪癖 觉得自己吃的最多的东西 是什么 肘子肉 对 各种的肘子肉 红烧肉肘子肉 还好我们的道具 特别棒 道具大哥给我们准备东西 还蛮可口的 那您下去了 还会点这些菜吗 短期内不会了 摄氏 比我们女人还要女人呢 摄氏曼姐姐她很棒啊 她因为我们都特别相信存在纪和里 一万个人心里面有一万个Humlet 她演得很好 她演了一个范家宝的大小姐 我就是雍容华贵的 然后她里面加了一个细节 就是嗑瓜子 因为东北人很喜欢毛嗑嘛 嗑瓜子 今天然后这个温度30度 然后不知道您的细服的厚度是什么样子的 就会很麻烦化妆老师会 及时地帮我处理一下出汗的问题吧 不需要穿多少层 就一个底袍外面就是一个大棉袄了 但是已经够热了 台前有我的厂 台后就有我的地儿 今儿长生殿 杨贵妃死也得死在天子脚底下 你们把人都撵进军营里边来了不成 看不惯 忍着吧 冰边不是海棠红 特别好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然后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国粹京剧 也不要忘记那一段 非常惨痛的历史 请大家多多支持冰边不是海棠红 多多支持我们的国粹京剧 回望 在家里联盟前